许多选择树葬花葬的人 事后甚至当下就感到不舍后悔 为什么?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曾经有一个案子 王者被葬在大片树林里 整座坟墓被树根包围流串 骨骸也被树根紧捆 后代子孙即便残身 不仅饱受通风之苦 手脚也都是肿瘤 同理来看 若树葬遇到树根缠绕 生魂恐怕不得安宁而影响子孙 此外若将骨骸洒在大海 因为海水冰冷 生魂会很痛苦 对后代也不好 有个朋友的妈妈是基督教徒 过世后她的家人在没有风水考量 不想有沼地的麻烦 更不想花钱的情况下 选择了花葬 由于事先没有了解程序与方式 等到下葬当天 家属心中才有了不舍的心痛感 原来花葬并不是按字眼看起来那么的浪漫 朋友形容了一下整个流程 他们先上山 看了花葬去后 觉得视野环境都很好 于是选定地点及位置 此时工作人员先给家属一个环保塑胶袋及纸箱 说是用来装骨灰的 出并火化当天 为了因应花葬 骨灰需要事前特地多磨一些 要磨得更细 磨好后就直接装入环保塑胶袋及纸箱内 家人就出发往花葬地 到了花葬地 手续办妥后 工作人员要朋友到花葬区等待 等着等着 一名拿着挖土工具的人走来 只见他把一个埋入土中的塑胶管拉起来 再松一松左右的土后 直接说倒进去吧 朋友及家人们都吓了一跳 把骨灰倒进去 不是整箱或整包放进去吗 倒进去后 工作人员还接手 把装骨灰的袋子再抖一抖 让袋子里的骨灰倒得更干净一些 最后便一一唱名家属 让每个人都挖一小把泥土放进洞里 就这样一事完成 朋友说当时的情况跟家人相影的完全不一样 工作人员特地解说 花葬就是把骨灰直接倒进土里 另外 由于骨灰经过高温烧 碳化结晶比较难融入土中 所以还要在骨灰里加入一些东西 帮助融入土中 等到每一区域都满了 土会盖上去 种点花 羊土 重点来了 朋友说 花葬可不是固定摆在那里哦 而是在羊土几年后 花葬区会整个大翻土 再重新进行花葬 感觉像是几百个仙人叠在一起 混在一起 叠完后再叠另一批好人 你灰中有我 我灰中有你 光想这一幕 心中就很难过 当天 家中长子第一个被喊来倒骨灰时 立即吓到呆住 直到家人喊才回神 其实当下 他想喊咖的 但是没办法 头已经洗下去了 看着妈妈的骨灰倒进去 叫他光想 一会儿是化学分解物的侵扰 一会儿是翻土 一会儿又遇上五百人的骨灰压上来 妈妈怎么安息啊 此时就觉得呼吸困难了 除了人之外 替宠物环保障也需要慎重的 有一位小姐和他的猫咪感情很好 猫咪往生后 他就将它买葬在自己的花盆里 没想到之后 却天天都梦见猫咪来找它玩 刚开始还觉得挺开心的 但时间久了 精神不济无法上班 他没想到猫咪死后是因灵 会干扰阳气 如果阴阳不调和 将影响陨势 后来这位小姐将花盆一葬交外 并为猫咪的灵魂超度 才让猫咪安息 树葬和花葬 可能会让人和宠物的生魂 得不到安宁 而干扰后代或在阳市的人们 有位朋友视听至小 遵照父亲遗愿采取海葬 父亲上市圆满后 他将父亲的骨灰研磨后装带 放着 为什么要放着呢 嘿 你以为一艘船就在你一个人啊 你以为天天风平浪静 等人去海葬啊 而你呢 好不容易等了三个多月 接获通知 终于可以出海了 拿着那包 油纸袋装着的骨灰上船 然后一路晕船 到了海标点 天宠交代 把整包骨灰丢下海 然后再一路晕船回来 纳闷了 原本期待遨游大海的浪漫呢 朋友问 偶像剧不是都把骨灰撒向大海 还可以说几句思念的话 怎么会连油纸袋一起丢进海里呢 很不浪漫 很不环保耶 我说 电视不要看太多 会影响智力 后来朋友的妈妈走了 既然海帐会晕船又不浪漫 这次就用树帐吧 此时 眼前浮现了 瞒天飞舞的樱花 以及带绿帐花的影像 浪漫啊 到了树帐区 工作人员早已经在地上 挖了个不声不浅的洞 用手一指倒进去吧 骨灰倒进去后 工作人员在上头覆盖泥土 然后收工闪人 朋友问 啊不是会有玫瑰花瓣 铺在上面吗 偶像剧里还有现场演奏 大提琴呢 我说 你明天再来看看 运气好的话 你会遇到野狗在上面尿尿呢 目前 大家对于树帐与海帐 所掌握的资讯来源 有三处 其一是政府部门的宣导 其二是电视与电影剧情演出 其三是听说与想象融合后的憧憬 海帐 树帐的文化由来 本意根本被误用了 事实上 原始的树帐与海帐 并不是为了环保而产生的帐法 这是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的 而且与环保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贯穿的海帐 是因为必须搭船出海 把骨灰泡入海中 所以才称为海帐 可是并非每个地方都有海 因此 以前并不是叫做海帐 而是称为水帐 再者 水帐并非将骨灰洒入水中 而是把尸体背到河边后 鱼以肢解 然后投入河中喂鱼 以前 水帐是属于较为卑贱的帐法 一般是用于 夭折的海童或是死于传染病的平民 若重视 祖先对后代子孙影响的人 可能不会选择树杖 花杖或海杖 因为环保杖在这件事情上 可能会有问题 人又三魂七魄 三魂包瓜 灵魂 绝魂 生魂 在人死后 灵魂会上天堂或下地覆 绝魂会附在神主牌位上 在家供奉 能保佑后代 至于生魂 若非修行高生者 生魂无法解脱时 则会附在骨骸或骨灰里 骨骸若没有适当处理 生魂会四处飘荡 不安跟作怪 若和子孙磁场感应后 恐影响后代家运 上方的那位朋友 至今仍然一直很后悔 当时没有立即阻止花杖 才会遗憾在心中 请您在决定账法之前 不必要先搞清楚做法 再来决定 采用什么方式 送家人最后一程 尤其是有后代子孙的人 最不建议 树杖、花杖、海杖等 号称环保的账法 因为不只是仙人无法安息 恐怕也会影响到 后代子孙的运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